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既能长成花香 也可能长成青草 一个人只有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 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世间总有人贪婪 人心总有不满足 选择复杂还是简单 全凭你自己 今天易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易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为人知道 层次低的人复杂 境界高的人简单 道德经有云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吃成甜蜜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祸令人行防 意思是颜色太多让人眼花缭乱 声音太多让人耳朵分辨不出 味道太多让人感觉失调 纵情地打猎 让人身心张扬发狂 稀奇的宝贝常常让人为了得到而不择手段 所以圣人只是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生活 对外物有选择性的取舍 有这样一则关于小人的故事 一个狡猾的小人 为了证明德尔培的神势是假的 而与另一个人打赌 到了约定日期 他手里拿着一只小麻雀并藏在外衣下 他走进庙里 在神的前面 让神说出他手中拿的东西是活 小人想 如果神说他手里的东西是的 他就拿出活的麻雀给神看 如果神说是活的 他就悄悄捏麻雀 再拿出来给神看 神识破了他卑鄙无耻的诡计 对他说 小子 不要自作聪明了 东西在你手里 是不是活着还是你说了算 小人无德无言从广昂游戏规则出牌 为了达到目的 小人会不惜采用下三滥的流氓手段 君子和小人不是按照同一个游戏规则斗法 所以君子是很难斗得过小人的 简单的人想的是少 对待一件事一个人更专心 不会搞弯弯绕绕 简单的人不会在意别人的评价 只会遵从自己的内心 想的太多算计太多 反而会为生活所累 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里 做一个简单的人才是真正的高境界 简单的人懂得以简欲凡 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内心的安宁 做最简单的人 吃最简单的饭 过最简单的日子 真正的好生活都是简单的 平平淡淡才是真 生活的本意就在失九田园间 生活的智慧 最重要的就是守住本心 回归本心 处世之方 层次低的人强势 境界高的人随和 老子讲上善若水 随和的人就像水一样 虽然柔软 但是却可以包容万物 《道德经》中说 夫为不争 故无由 随和的人就像水 看上去柔软 却蕴藏着无穷的力量 做人随和 说话做事 给别人留余地 做人做事随和 不钻牛角尖 别人才会 对你有好印象 有好印象 自然有好人缘 人缘一好 路就宽了 中国有句老话 枪打出头鸟 锋芒太露 容易招致祸患 吃而迎之 不如其己 揣而锐之 不可长保 强势的人锋芒太盛 在言行上 往往很不注意 很容易伤害他人 而这种伤害 也是一种树敌 杨修因一句话被杀 就是因为 其锋芒太过 内敛 会让你成为一个 从容大气的人 做一个随和的人 守住口 保持低调随和之心 当然随和 不是无原则的妥协 老子曰 万物复阴而抱扬 充气以为和 和谐不是静态的和谐 和谐是竞争之中的 平衡状态 一个独立而丰富的灵魂 总是会在阳光正好的时候 偷偷地晒干 吸上所有的潮湿 也晒干身上腐烂的伤口 山不解释自己的高度 并不影响它耸入云端 海从不言语它的深度 却依然容纳百川 我们一路风雨兼程 却从不曾停下前行的脚步 尽管这一路走来 总有风雪加深 可我们依然 想要做一个温暖的人 温暖自己 也能温暖别人 有些艰辛不必诉说 有些苦涩无法言说 有些坎坷无非经历 有些艰难不过磨练 原则性的问题 就要聚理力争 不当墙头草 不能祸悉泥 这才是真正的随和 养生之法 层次低的人养 层次高的人顺 司马迁说老子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 祸盐二百余岁 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生命是人进行 一切活动的前提条件 是人之根本 健康是身体的保障 是享受一切 美好事物的资本 没了生命 就没了活着的权利 再好的事物 都与你无关 没了健康 人就没有了 享受的机会 一切都等于空谈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金山银山 大富大贵 名利全事 都不如生命周扬 健康胜过世间一切 再好的东西 或许都有失去的一天 再爱的人 也可能有离去的一天 任何一段感情 都有淡去的可能 唯有健康和生命 是属于你的 才会对你不离不弃 作为周王氏的史观 老子通晓 懂得养生之道 有独特的养生智慧 现在人们越来越知道养生了 蛋黄不吃 动物内脏不吃 每道吃饭 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道德经里讲 在老子的世界观里 养生的关键是养精神 保持内心的淡然和平和 才是最重要的养生法门 现代人为了养生 而给自己设置各种雷区 这样的心态 本身就输了 老子说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真正的养生 人顺应天道自然 处于常态就可以了 不必刻意进步 适度养生 顺其自然 才是最健康的活法 谋士之术 层次低的人收 境界高的人放 想要成就大事 就一定要能聚人 能聚人 就能管理人 一个好的领导 好的企业家 甚至一个好的家长 都要懂得管理之道 怎样的管理 才是好的管理 老子讲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道延生万物 从少到多 从简单到复杂 这种生万物 是一种本性 自然而然的发展生长 是万物的本性 无论是国家治理 家庭管理 孩子教育 都要把这种 发展的本性 释放出来 所以国家 企业的管理治理中 不能压抑这种本性 就是最大的成功 教育孩子也是如此 杜威说过 教育即生长 好的教育 不能一味收紧 要懂得放松 让孩子找到 自己适宜的领域 不要设置太多的 条条框框 限制他的发展 让他顺着自己的天性 自由成长 这才是良好的教育 真正智慧的人 会时刻保持清醒 只选择自己最需要的选项 有的人主动屏蔽了 泛滥的信息 专注做自己的事情 有的人坚持极简生活 在朴素的生活中 书写诗意 还有的人 选择离群所居 思考体悟 生命的真谛 最好的选择 不是我得到了全部 找到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并成为全部 以上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